我們現在就來找到這個CCPayton 那剛剛呢 我已經找了幾張 這個 圖檔在這裡 不過你如果像我這樣命名要注意一下 我現在這個是不是連號的 所以如果你點了第一張 A會認為 你是連續圖檔 所以自己會進來這要上UV一下 你看我如果從這邊 假設我點到剛剛那一個 點到他 你有沒有發現A認為這好像是連續圖檔 這裡就不要勾 這樣才能夠一張一張叫進來 這樣知道 不然你叫進來就變成短短的動畫 6秒動畫霧一聲 來 那我現在呢 這個我就先拿第一張 丟到下面啦 因為我找的都是1920X 第一張比較小 其他可以 我找都是1920X1080 所以我點進來 這樣是第一張 然後呢 我這幾張我也放下來 這樣可以嗎 好 只是先安排好 那 等一下呢 那個濾鏡在哪裡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Effect 裡面 變形 變形 CC page turn 有沒有看到 變形裡面 deserved就是我們講的變形 有一個叫CC page turn 翻頁 事實上翻也有好多種 翻有很多種 那翻頁只是比較接近我們的那個 那你如果不要用翻頁 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也有類似的 也有類似的喔 類似像水波紋那一種 你還有個別控制的 band也是 band也是類似像 彎曲的意思 也是彎曲的意思 也可以做到類似像那個翻頁動畫這樣子 先找到他喔 好不好 你把它泡用進去就可以了喔 點進去 這樣就有翻頁效果 你看 我先翻給你看 這樣有翻頁嗎 我問一下各位 Foloshow沒有做過翻頁效果嗎 Foloshow有翻頁的濾鏡嗎 那叫Candy啊 iCandy啊 不是有個眼睛的糖果 叫做iCandy嗎 哈哈哈哈 我把它執意啊 因為那個是一個很有名的濾鏡啊 所以你知道我們做動畫要 做哪一個 以哪一個做動畫的嗎 這樣翻過來對不對 請問翻過來要另外一張行不行 你覺得行不行 現在好像是那種 就是月曆是透明的 有沒有 透明的那種感覺嘛 後面可以換嗎 可以換別張嗎 我會問可不可以 面臨都可以嘛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研究一下 好不好 就是你先把它匯進來 然後呢 把這個濾鏡找到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那個濾鏡在哪裡 也沒有關係 你就從右手邊 右手邊這邊 右手邊這邊 打上 Tag Tand 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找得到 現在大家都已經找到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的規定一定要從右下角這裡翻上來 那還有我剛剛講的 你一定要點到這裡 這個調整的點才可以跑出來 你看喔如果我點到旁邊 有沒有發現這點不見了 中間這個點是不是不見了 你要點到這個濾鏡的名稱 是不是點就跑出來了 因為它跟這個濾鏡有關係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布地一定要從右下角 可不可以有不一樣的 有啊 那個也很傳統的喔 他也有很傳統的 你要看哪一個角落 他就 翻給你看 那個點 他放的位置會不一樣 只是預設者 都在什麼 右手邊 右手邊這個角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一個點 就是誰 就是這一個 就是這個變數 好就是這個參數 我們現在這個點 就是這個參數 所以待會你知道做動畫要找誰了吧 要翻過去的話 那麼 你的這個半徑 翻起來這個半徑 什麼叫翻起來半徑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翻起來的半徑啊 你是可以從這邊設定的 就是你要翻比較多一點 還是翻比較少一點 翻比較多比較少 再來呢 燈光的方向也很重要喔 你看我們現在燈光方向在哪裡 他不是從這邊過來嗎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他會像這樣 我們調整一下你就比較清楚了 有沒有注意到不一樣 那個點會不一樣 有沒有 你拉上來一點點 現在是光點在這裡 這樣知道齁 知道那個意思 所以這裡是可以調整的 也可以調整 再來就是 我們翻上來 翻上來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翻上來是同一頁 後面那一頁 為什麼 因為 他這裡有告訴你 我現在用的是前後都是同一頁 如果你的後面 你要換不同頁 在哪裡指定第2頁 你家 有沒有這裡可以指定第2頁 你就告訴他 我這裡 我的第2頁是哪一頁 我說第2頁是第3個 有沒有變了 這樣翻過來 不是就OK了嗎 沒錯吧 還是你要做雙頁的 雙面印刷的 你就把這弄好啊 那麼 你現在看到一點就是翻過來的時候有沒有一點半透明的感覺 這裡看得很清楚啊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會看到後面 所以有沒有一個透明度 背面的透明度看到了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你的這裡有任何不透明 這樣有沒有就關掉了 把不透明度變百分之百 他就不會有一點點透明 翻過去就實心了 翻過去就實心了 那麼紙的顏色呢 當然你也可以選啦 這邊你也可以選 你要選哪一種顏色 這個 反射出來的顏色會有差一些 所以 做動畫怎麼做 有的人是這樣翻過去的維護板對 你要這樣翻也可以 這樣翻上去有沒有 這樣可不可以這樣拉上去 也可以這樣拉上去 只是 你不要把這些塗層變3D 變了3D有沒有用 當然沒用 因為這個只是2D的效果 只是2D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 等一下我們要做動畫就是找這裡 Folder的Position Folder這個Position 然後看 比如說你要這裡 2秒翻頁 啊我翻過來 有沒有你就拉過去 你就再拉過去一點 事實上這個數值是可以用算的 那你翻過去之後你要在另外一頁怎麼辦 可不可以用複製 濾鏡了 因為下一頁的翻 翻頁是要泡到第二個塗層了 跟它就沒關係了 跟 這個是不是就沒關係了 要往下一個 所以你可以直接這樣 請問濾鏡可不可以複製 可以喔 Ctrl加7 點到它 Ctrl加V 有沒有翻過來 你知道為什麼 我貼下去它會翻過來 因為我們複製濾鏡的時候 會不會連動畫也複製過去 會 因為我剛剛已經先做了 有沒有發現這裡動畫已經進來了 這樣有清楚了嗎 所以你只要比如說我1秒鐘或2秒鐘翻一次 你做一次之後就其他就直接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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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那你的動作就是很一致 這樣清楚了齁 給你玩看看 我是因為要講解所以才講那麼久 不然翻頁要做多久 應該5分鐘就做完了吧 重點是你要想要呈現什麼樣子 齁 好大